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不查不迟到 查完了以后吓一跳 现在在台南 它似乎有一个结界 台南似乎变成了台湾的画外之地 你现在在台南 开了88枪 竟然在选前 完全没有任何的动静 在88枪 竟然连查都不敢查盘下去 一直到了选后 我们看到台南是警察局 才开始有了一个动作 而且之前 台南是一直被争议说 有人请到费路渣 而这个请到费路渣有多严重呢 导播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照片 你把农地挖开 挖开以后 这把费路渣丢下来 丢下来有多可怕 你知道吗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到费路渣的地方 费路渣的地方旁边你看到没有 旁边都还有长草 旁边都还有生物 可是你看到这一块 你发现 它居然变成了布毛之地 你就知道 这个费路渣有多么样的毒 对这个土地的伤害 有多么样的一个严重 而且如果在旁边 如果种水稻的话 你吃下去的稻米 可能都有这个费路渣里面的重金属 对社会 对整个环境影响非常大 可是台南市警方 或者台南市地检署 过去是不起诉 过去是让他就这样子 顺顺的过去 没人敢追究 可是怪的是 台南市的地检署 今天突然说 他说108年 经过地方里长 民意代表检举 他居然干嘛 居然重启调查 重启调查之后 居然将郭再卿等人 提起公诉 如果提起公诉 那就问你大佬 这件事情 如果已经压了这么久了 这个费路渣 居然都已经 青州已过万重山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 突然要重启调查 而且重启调查之后 是提起公诉 是不是是说 现在整个民进党 他会有一些作为 或者是说 今天台南市的政治生态 出现了一个 我们意料不到的大变化呢 好 这一段里面 有三位来宾交流讨论 第一位是 中华农气发展协会的 副名长林玉宏 玉宏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 自三媒体人王立德 大家好 待会儿呢 自三媒体人杳慧珍 也会教我们讨论 我们之前一提醒他说 台南有所谓的 废卢渣事件 废卢渣事件 那在废卢渣 我们在台北 没有办法感受到 废卢渣到底有多严重 而这个事情不是都已经摆平了吗 不是都已经相关人 都判无罪了吗 那我现在看到这张图巴 我吓死了 我把这个农地挖开 挖开以后 我把废卢渣丢进去 丢进去以后 它居然严重到什么 它废卢渣居然到了 最寄予的一块饼 就是这个废卢渣 因为废卢渣 你只要把它倒到 适当掩埋的位置 这是非法暴利 你只要一吨的话 都是好几万块 一百六十万的话 事实上牵扯到 好几十亿 甚至可能有到 五六十以上的大商机 那这样 你可以把它处理 要可以五六十亿 对 那你正常处理 要非常多的这个经费 但是我把它倒到农田去 来说一本万利 那这件事发生在什么 事实上在整个 2016年之前 就有人检举 也就是这个郭再青 他不是就是 民乡新的这个负责任吗 有人就说 检举在雪甲当地 有人到那个地方 雪甲 对 去倒这个 又是雪甲 对 在那边倒这个炉渣 那有人就把它挖出来 你看这原本的农地是这样 那把它挖下去的时候 是这样 它原本埋在两公尺 一公尺左右这个状况 那如果合法的话 如果你真的有良心 会埋很深 但是如果没良心 就埋得比较浅 不是 你不能埋在这里 如果你要埋在这里 你旁边应该做一些围堵设施 对 没错 你什么都没做 对 而且它是因为如果你是买那种 可以来掩埋废弃物 或是你有做那个废弃物的 那就算了 可是问题是你被掩埋在农地里面 那农地里面来说的话 你看 因为你农地 你知道掩埋了这些相关的物品之后 第一个 它上面就变成寸草不生 因为这个里面 这些草找不出来 而且炉渣 炉渣就生产钢铁时候的这个过的东西 它会有重金属 还有非常大量的这个有毒物质 所以那当地的这个农产品 农屋 农作几乎没办法伸展 而且为什么会被告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有人实意说 你在农地旁边 我的农地旁边你就弄那个炉渣 有疑似是有寒葛的这个米 有流入到市面上 所以就有人去告这件事 你不是说你只在这块田里面 你去埋这个废炉渣 你这底下的 你把地下水有没有处理 那底下有没有这个渗透 你可能把我的田给弄伤了 所以我必须说这是很要求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不像郭再卿 他当时被人家检举 说你有做这件事 就没想到当时 这个第一次的时候 检察官的确有提起相关的这个告诉 提起告诉的时候 当时法院认定说 他所填的炉沙是所谓的产后 这个所谓的 这个可利用再回收的这个产品 不是废弃物 所以就因为这样 就不起诉处分 当时是不起诉处分 就不起诉处分的时候 抱歉 很多地方实际说怎么会这样 难道你这个郭再卿 你有这个党政就比较了不起吗 你是民进党的这个高官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做呢 结果保险你知道郭再卿 现在怎样 我觉得他真的是太过嚣张了 我没有罪之后你知道 他就反告那些 你当初举证我是谁 欸学甲区的里长李新晋 我就告你 那我告你喔 去告李新晋 对那不只告你 还告这个陈焦煌 所以他们就被告 被告的时候你看 公民团体就出来声援 这个里长跟立委 这样一个状况 就他还这样子 还这么夸张 那你看当时这个 我们那里长还说 他把他挖出来 就说你看这个他们说埋在水里 因为当地有很多地下水 已经埋在水里面了 所以他等于是工业区的 国有地的地下已经受到污染 然后他还检验 PS值高达12.5% 是有强检的腐蚀性喔 就好像说 欸我都已经这样子喔 那你居然还 你还告我 还判他无罪就算 你还来告我 保险还不只告他 因为当时这件案子呢 在整个台南 大家完全炸翻天 很多人在网络上就直接讲了 就说你这个你涉嫌怎样 犯了什么劳资纠纷 公共危险 还有各式各样的 然后郭再卿用这个 这个什么偷盗如渣 黄伟泽你跟你的好朋友请你 放过台南跟雪茄 很多人知道 郭再卿等三次就是犯罪集团的这个待命 网络上大家都在骂 都在骂之后 结果你知道 因为雪茄有居民 他就分享这个文章 就他居然被告 所以说网友 不能分享贴文 对你讨论我也告你 所以告你的时候 那你知道 让很多台南市民更不能接受是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的时候 的确 这个人家就说 那你市政府怎样做一些决策出来吗 就人家市政府怎么做 他说我只有罚六千块 因为为什么 因为法院都认证说 这不是废纪物啊 那我们我们只能够 这个判罚六千六千六千 局长他接货 就一直罚他六千六千 所以他等于是说罚了七万 市政府对他就是罚款罚款罚款 一张六千六千 六千六千六千 然后罚了七万二 就在地方上面来说 大家要告他的 反而被他告 然后在网路上讨论的这件事 反而也被他告 所以在台南之间 刹那之间 没有人敢提这个罗渣案 不是 而且今天地检署 公诉的时候 说他获得暴力多少 21.6亿 21.6亿的暴力 为什么这案子又会重启 因为那些人 他们不甘心 他们一直不断地举证 不断地举证 就地检署经过三 他们后来又重新分案 给两个新的检察官 一个新的检官叫谢心如 另外一个新的检官叫陈志明 他们两个呢 他们弃而不舍 为什么他们弃而不舍 我觉得这些检察官办案真的非常好 他们三年的时间 因为有人检举 他们是每一个地方 你检举的我就去挖 每一个检举我就去挖 他真的挖了 经过实际的调查 实际的证明就是说 后来证明是怎样 保安 他们一共 根据检察官的这个估计 他们挖 这个埋的这个农地 埋在这个大湾段的农地 有9万多公顷 另外雪甲 9万多公顿 对 公顿 然后雪甲工业区来说 有58万公顿 然后所以他一共掩埋了 67.9万公顿的 这么多 他都把它算出来 那他绝大多数都是 他就说为什么郭再卿有罪 因为他是埋在郭再卿 掌管的土地里面 民祥新的这个 因为他就非法掩埋 那非法掩埋来说 他说光是节省的废弃物的 这个移除费用来说 高达新百亿18亿 那你还要什么 因为你知道18亿之后 你还要这个 不只是我帮你这样倒 那你如沙过程 我帮你运送那些清贼费 有3.6亿左右 所以一共加起来的话 他可能前前后后 赚了21.6亿 也就是说 他两头赚 对 第一个 我跟钢铁业者讲 我帮你清理的费用 赚了3亿6千万 对 那我要不要去处理 不是啊 对 处理的时候 我要花飞机物理便 我要等于说 本来要花多少 18亿 是 这也不用了 对 这18亿就是我赚到口袋的 18亿你就付一点 意思意思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现在整个 这样的状况来说的话 等于21亿的不法所得都追出来 然后你买了地方 他们都给你找出来之后 好 最正确凿之后 他就说 我们这个10月就已经侦查真结了 所以侦查真结来说 他原本要可以 郭南的不得 不法利益 要申请所谓的保全扣押 就被想法院驳回这个要件 他说你要补件 那就11月底的时候 重新申请 然后获到法院的核准 然后12月上旬 于是扣押财产 扣押财产 今天才公告 所谓相关的侦查结果 保险那这有意思是什么 我就讲 这个案子已经查了三年 三年之后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在选举过后 你看选举选举前的时候 法官说你驳回来 你去补件 补件到11月底重新申请 法官就说OK 选举结果 保险风在变 现在大家知道说 你郭再兴 现在可能民进党政府 他可能也要处理你的时候 那当然法院 我们不能说 或许是臭巧 法院在这个时候 刚好就审理的这个案子 然后就让他起诉了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不是说 这个炉渣 我们要讲到 三年前就一直在炒炉渣 炉渣 炒了以后都没有结果 而且还不起诉 完全都可以压下来 就算当地人有多么生气 当地人随便讲 还会被告 可是今天完全翻转 不只是这个翻转 现在连那个88枪 都开始认真查了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这件事情之前 牵扯到什么 你的炉渣的利益 被掀出来之后 可能接下来的太阳能光电的案子 我们终于看到这个88枪 似乎有可能 如果炉渣案都能办的话 那88枪 为什么不能够办呢 所以我们就觉得 是不是看到一丝曙光 好 那我们现在讲什么 现在讲说 大家都要找这个88枪的孔祥志 你跑到哪里去了 可是问题是 现在是这个样子 现在他们警方认定 所以说 红姑 他们第一次侦查 这个侦查那个红姑 他是所谓中层支的警察 这个指挥陈旗 那孔祥志就是他的小弟 开枪小弟 可能就是开枪的那个人 但他说孔某 他可能领了50万元之后 他现在已经跑到柬埔寨去的一个情况 88枪给50万而已 对 所以说跑到柬埔寨 所以那 事实上这个 目前警方的这个侦办的案子 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当然今天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 保险你知道 孔祥志不是疑似是这个 开枪的这个人吗 他居然跟新竹 这个台南市议员的谢财旺 谢财旺这次也被开枪了 对啊 不是开枪 加38枪吗 他们两个就突然出来就说 呼吁说这个 你孔祥志赶快出来这个 赶快出来投案吧 这样说 那你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 怎么会 怎么到孔祥志不是去开枪 那开枪谢财旺的这个服务处 那怎么谢财旺陪他妈妈 会跟他妈妈一起出来 所以这个件事情来说 大家都看了有点乌煞煞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局面 不是 而且我觉得方阳林 才突然醒过来 他说他开始有分析了 我们的方阳林会分析 他会分析案情 分析案情说 他有指挥 执行 帮助 三个层级 没错 事实上现在你会觉得 好像 法院动起来不说 检察官动起来不说 连警察突然醒过 那方阳林就说 我们很仔细的分析之后 这个一共有指挥 执行帮助整三个单位 目前我们都已经 厘清相关的这个案情 他说我们针对两位负责执行的 包括洪胜军 昂姑还有孔祥志 发布所谓的通缉专刊 接下来的话 会对帮助还有指挥的嫌犯 有所行动 所以有人是帮助的 有人指挥的 所以言下之意是 他好像都完全掌握 保洁 我们就讲嘛 这样在地方上 大家都知道这是谁干的 谁做的 大家都很清楚 只有你们警方不清楚 现在终于警方愿意出来讲真话 就说好 我们真的也知道 所以你知道 现在在整个大选完之后 整个风真的完全变了 而且 今天又说 又把另外一个参与的共犯 李其翰 40岁 也帮你找到毒犯 他说这个人 也在学甲区 对 他是学甲区的一个毒贩 也就是说 他当时提供给这个孔 孔强志用这个毒品之后 他还在案发当天 有再送他 所以他可能是帮助 涉嫌帮助他 那还有 接下来就是指挥 到底谁是指挥 那会不会在这几天的时候 警方就会迅速的 也把指挥相关的人 也把他抓出来的一个状况 对嘛 他讲嘛 台湾现在什么不多 监视系最多 因为台湾的监视器 在亚洲是排名第一的 你不但是 你不是孔强志开枪吗 孔强志开枪之前 是由这个所谓的 李其汉载你 载你去以后 把你载到摩托车 制造了一个断点 你再骑着摩托车去开枪 你连之前 你只要抓到这个人 你的前后 所有的行踪都跑不了了 而且那一定很容易嘛 我们台湾的监视器这么多 警方都已经知道 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你说 证据有没有很多 证据本来警方 都已经掌握很多 只是说 今天既然是 大家就已经要 可能是上面已经 开了这个绿灯之后 那当然就不客气 大家完全就是 树倒胡孙散 大家开始 真正的办案制了 好 所以董事长 今天太让人家意外 是突然的 丢了一个地检署的案子 以及这个案子 已经变成一个死案了 我没有看过说 不起诉 你还可以再重新调查 不起诉一定要有新市政 结果没有想到 你居然还查了三年 你都已经挖开 挖开以后 你真的是这所谓的 废炉渣 已经是罪证确凿 今天居然讲 起诉 公诉郭再青 而且说 你的不法力所得高达了 20亿亿这么多 这个叫简单讲 我们很多年 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这个叫做环保流氓 因为要倒炉渣 这个是重罪 对 这非常重的罪 而且这个地方是他的家乡 是台南他的故乡 他在他的故乡 破坏他自己故乡的这个土地 农地 然后去掩埋炉沙 干得这么坏 而且刚刚那个图 寸草不生 他这种人品 然后担任民主进步党的 中央执行委员 是黄伟哲的好友 然后是鹰派的要角 你看他多够力 他可以搞到能够办了 这么大的案子 他不起诉处分 一开始不起诉 第一次 然后再让台南地点处 再重启调查一次 这个力量够到 够力够到这个程度 然后这个人多坏 如果说是我的工厂 我产生了卢沙 我自己掩埋 所以没办法 他不是 他以此牟利你知道吧 他犯罪 然后获利 他根本是 他就等于说人家应该合法请到 他就是用自己的土地 他就掩埋 对 他就靠这个去发财 哪有这么坏的一个人 奇怪了 所以这个人的人品是极端有问题的一个人 他讲到 在大湾段的农地高达了九万八千三百四十一公顿 雪甲工业区高达五十八万一千六百二十九公顿 你总计刚才是六十七万九千九百七十公顿 这么大的量倒在土地里面 刚刚讲的你光是废物心理费一百十八亿 收取了清洁费三亿六这么多钱 你注意他那句话 他说是在郭再卿可以 掌握的土地上 管理 掌握的土地内 那掌握是什么意思 那有的就表示所有权不一定是他的 那有没有国有土地的问题 好像有部分国有土地 那他怎么会敢有那么大的胆子 干这种事情呢 后面没有够力的人他敢干吗 一个党政有这种力量吗 他通天的本领他干坏事 这个已经是很多年 几十年很少听到这种事情 民进党有这种人 居然让他当中央委员 然后跟你看跟蔡英文合照 站在后面 那个照片给大家来看一看 丢不丢脸啊 丢脸丢到这种程度 然后大家还无所谓 他还得意洋洋 每天拿着蔡总统的招牌 出来招摇 出来恐吓威胁 上个礼拜还写了两份 两张两篇文章 大骂谁呢 大骂我们郭信良 大骂陈庭飞委员 就这种人 你看看没有 然后这个礼拜变成黑金 刚讲你在政治圈这么久了 你说没有任何是意外的 今天怎么可能说 已经一个变死案了 一个不起座的案子 已经完全被压下来的案子 经过三年会重启调查 而且今天突然的提起公诉 真的是民进党大败之后 风变了吗 我觉得这个 当然我不愿意讲 因为这个结果 对社会来讲的话 是一个良善的结果 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恶劣的过程 过程让我感受到有高层的力量介入 因为美立党民调的整个台湾的台湾民众 反映最恶劣的项目是什么 就是司法不公 民众的反映司法不公 那这个事情的案子就是看着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版本 第一个就是他能够 这个可以搞到不起诉主份 你这个台南地检署要不要去追查 前面检察官干什么 谁不起诉的 谁不起诉 不起诉理由是什么东西 谁在后面运作 然后这个本事搞这种事情出来 然后这种人 最后完了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这个人 他居然是台南地方的跃脚 而且所有的扫黑扫不到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公职 所以修任何法律跟他没有关系 他是党务 党务工作者 然后还上个礼拜还大剌剌的 跟全台湾人看到 他在羞辱陈廷飞委员跟郭信良 然后吵架 然后介入议长选举 什么都干 然后这个礼拜 今天大概看不到人了 没有回应了 躲起来 然后你再看 第二个你再看 怎么搞的 八十八枪的案子 也有进度了 对 同一个时间又进度了 速导狐孙善 指挥 帮助 执行 有三个层次 这个是方养宁 胡说八道 你知道三个层次 你今天这个话 可不可以一个月 可不可以二十天以前讲 早就该讲了 那为什么今天要讲呢 对 高雄也今天临时也开枪 高雄开枪不到十二小时 又抓到人了 你为什么今天要讲 这三个层次 他就是塞媒体的嘴巴 所以这个方养宁本身就是有问题 他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 就是有中央有高层介入 阻挡警察办案 这才是核心问题 他为什么不讲出来 他不讲出来 这无形中 他就变成了掩护黑道 我已经听过很多 农地被人家丢废弃物 我想废地丢废弃物 他有那么严重吗 看到这个真的很严重 他居然到了废弃物之后 这个地方什么都长不出来了 你不但什么都长不出来 他说已经影响到地下水 影响到地下水 你旁边种的稻子 都会有葛无染了 而且这个案子说真的是胆大包天 因为我们在乡下跑的时候 其实这种农地滥用的例子非常多 我们都看腻了 可是这些农地滥用的例子 大部分的人都会把旁边用铁皮围起来 去围起来说 让人家知道说 我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 所以我在围起来的时候 我在慢慢埋 常常都是说 旁边的居民这闻到太臭了 受不了了去检举才知道 可是你看到这个案子 光天化日 光天化日 他连旁边都不需要买 所以说是什么原因 让他敢这样胆大妄为 另外也让大家 很火大的是 不是中国现在又在搞台湾 搞台湾你现在要把 八百多项的随才品 你说不能销售出去 中国对台湾本来就有恶意 可是你面对这么有恶意的 你本来就要传得后 传得后就是我要有策略对付你 第一个讲说 不排除对WTO提出申诉 我们刚才讲 你没有提出半个申诉 你北战在讲 跟WTO提出申诉 在呼噜我们的 什么都没做 好那大碗说 那你到底在干嘛 搞了半天 他去年一年前 他就说我要这样做了 一年在干嘛 完四个都不同意 他干嘛 在忙选举 所以 大家都要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地方的人民 在做涉事的时候 你忙着公投 你忙着选举 王姐 实际上中国对我们恶意 他会出这样的手段 我们一点也都不意外 但是我觉得台湾政府 要做到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要从防疫开始的时候 民进党政府都说 我们会超前部署 对 问题是你有没有超前部署 没有吗 你是完全没有部署啊 保险那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 现在十二月 这个中国开始进的时候 你看蔡英文总统 就马上在那边开 开骂 就说你用突袭的方式 台湾的水产品 没有没有办法出口 出口到中国 受到阻碍 这样的做法 对两岸关系的是 贸易政策没有帮助 他严正关切 然后会协助渔民 然后确保渔民的生计 收入方面受到保障 问题是你怎么协助 你现在有什么协助的方法 就给钱啊 没有任何协助 你现在只能够这样不断的骂 那你知道 为什么大家很火大 就是现在大家才发现 你现在陈吉仲就说什么 我要不排除跟WTO申诉 那问题是 那方案在什么地方 你至少要帮他们解决 比如说外销到什么地方去 你看 比如说石斑云 石斑云后面才推出一个 斑斑云的石斑 那这些都可能都会封 你至少在第一个时间点 如果你就拿出相关的对策 大家就说你有准备 他没有啊 没有准备啊 所以大家就说 所以我们要讲 人籍骑你的脸部你的石斑云 你说你要申诉 你都没有申诉啊 那这样 实际上大家现在火大 就是说过去一年以来的时间里面 你看包括说 民进党在玩所谓的公投啦 然后在选举这样子之类 好像似乎是 政府都把目光焦点 放在选举上面 都没有在在意这些事 所以让很多农民 现在等于是 一个头两个大一个状况 我先看了一个资料 我们的渔业署长 叫张志胜 我们就很好奇查一下 但他是何许人业 是的 他是学原意的 那为什么学原意的 跑去管渔业呢 而且我觉得这个民进党政府 所以有一个比较不好的 就是说 好像没有那么重视专业 他常常就是 把很多人摆的位置 有点奇怪的位置 比如说像渔业署长 我们support认为说 渔业署长来说 他出身应该就是懂渔业的 至少要有渔业相关的经验 结果被他发现到说 他是农艺博士毕业 所以他觉得 还有点 那他的这个 这个过去的这个作为里面来说 好像跟渔业 也没有太多相关的这个状况 所以让人家觉得说 你到底你来当渔业 到底你来管渔业 到底对不对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些 你做得好的时候 顺风顺水的时候 完全没问题 没有人会监讨你 但是现在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没办法解决 大家都会把过错 怪到你的头上 张志胜和学人业 当然我是外行人 我不知道 你对他相当熟悉 他是学葡萄 他是种葡萄的 他是葡萄专家 这个葡萄专家 现在变成渔业署署长了 是的 他现在就变成了渔业署署长 那以往农委会像脸副主委 都是有各种的专业来做 像渔业续产那些的 那从米朗政府一上台之后 第一个他为了选举 先找了翁张良来做副主委 翁张良 对他是嘉义的社会局长 他还做完副主委之后 那就换了谁 就换了李退之 这个更夸张 怎么样 他是一个市议员 一个市议员 然后没有任何农业背景 突然就变成副主委了 对 所以说民进党 不重视的专业 所以看 他没有任何农业背景 可以当农委会的副主委 对 所以这个渔业署长也是 那以往渔业署长 一定都是渔业背景相关的 可是到了这张志胜 他没有任何农业背景 那他如何跟产业沟通 那今天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这些业者他都不熟啊 到底怎么处理他都不会啊 因为他擅长的是葡萄啊 那难道你要去换葡萄啊 那我们不是要去换葡萄呢 对 所以这个状况就很荒谬啊 所以民进党在用人之上 就是考量的其实都是政治 你可以从李退之 可以从翁张良 可以从张志胜看到 考量的是政治 而不是专业 那另外一个是 大家这两天也在讨论的 但 我们看到陈基仲这些讲 我会去处理蛋的问题 后来蛋的处理量够了 价格变更 他说价格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这两天大家火大是说 什么台湾的 日本的收入是我们的一倍 可是我们的蛋 台湾的蛋比日本贵很多 对 因为今年的蛋价涨了很多 那农文会的讲法是说 因为国际上饲料涨很多 所以饲料涨很多 鸡蛋也要涨 可是你看看其他国家 像我们上次用了泰国 你看看现在用的日本 这些的饲料都是要从国外进啊 泰国也是往外面进啊 都从国外进饲料啊 那国外进饲料 那他们为什么鸡蛋那么便宜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照片 我们今天特别跑去东京 营作的超市拍 营作的超市 这样的超市 一盒蛋多少 一百六十八块日币 对 一百六十八块日币折台利的话 多少 三十八块钱 对啊 你说这一盒蛋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 对 十颗蛋 三十六块 三十八块 三十八块 一颗蛋三点八元 对 那你看 很漂亮耶 对 而且这都是席选好 而且这个是生食等级 生食 对 就是说你打开之后可以直接吃嘛 因为日本人很注重鸡蛋的生食 我可以挟饭来家 我可以挟饭来家 所以它这个干净的程度是很干净的 那台湾是不行的 台湾的鸡蛋是不适合生食 因为它鸡蛋或多或少 都会带沙门氏菌 所以你如果直接吃台湾的生鸡蛋的话 那就很容易拉肚子 所以说 为什么日本 它收入比我们高那么多 它的鸡蛋也比我们更容易 那农文会今天就出来 但还可以生吃 对 还可以生吃 品质又好 不是 我有一次去日本 我吓一跳 是 一个白饭 上面就什么也没有 就挟一人 挟一人 我说这甘好吃 很好吃的 而且这还衍生了出专业出来 在日本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 那种鸡蛋专门店 它里面卖了十几种鸡蛋 然后就推荐你说 这颗蛋的特色是什么 比如说这颗蛋有柚子香气 然后再泥酸 蛋有柚子香气 对 所以他们这种生鸡蛋饭饭 竟然变成一个菜色 连店里面都有卖 专门的生鸡蛋饭饭 那我们怎么会比人家贵这么多 你刚才讲 日本的饲料也要进口 泰国的饲料也要进口 台湾饲料也是进口 那大家都受到国际贸易 这个涨价的关系 那为什么我们的价格 高这么多呢 因为我们的产业 其实没有什么在进步 你如果去乡下 尤其是去彰化看 彰化那种蛋饭厂 就是露天的 你如果去看过的时候 你也觉得说 这被下辈子千万不能投胎 做蛋饭 那个蛋饭 夹在笼子里面 然后露天烤烘 然后风吹日晒 然后夹在那里头 只能吃饲料之后就产蛋 你想想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的产蛋效果怎么会好 所以替代也快 而且再来就是规模也小 那这些原因 从以前不知道 那日本不是这样养吗 日本不是这样养 日本的鸡是跑来跑去的吗 不是不是 现在大部分的 在这种蛋饭 其实都已经进入到室内了 因为你给这些鸡痛苦的环境 它一定产蛋率一定不好 所以说甚至像水帘室 对台湾也有一些蛋饭场 它也有水帘室的那种 让鸡过得比较好 日本的蛋饭 我是放在室内 我有空调 我还有水帘 可以降温吗 对可以降温 所以他们的养法 他们的规模都比较好 所以他 而且他们自动化很高 自动化程度很高 你像台湾 台湾大部分的蛋饭场 每天那个鸡蛋是人去挖的 每天人去挖的 对人去挖之后 之后你会看 他会自己测试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看 我好像有一点恐怖 可是在日本不是 他做了自动化的厂之后 他可以就是蛋生好之后 他就直接滚下来 他就滚下来 不会破吗 不会破吗 不会破 然后收起好 台湾有一些蛋饭场 也有像现在新式的蛋饭场 尤其像现在一些比较新的蛋饭 像大概七万头的蛋饭场 那通常只要两夫妻就能管了 好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 照理讲 你先天分手 我们今天受到了中国的欺负 或者你被中国的突袭 我不知道怎么要反击吗 可是我们先去查了一下 才发现 你嘴巴讲说 我要去跟WTO申诉 没有申诉半次 而且我们对于中国 现在不断的对付台湾 我们束手无策 对啊 你对付中国 这种恶霸来讲的话 他打击你 你就要再反击他 否则他就会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他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逼迫你 说真的 他所有的动作 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违反WTO的 所谓的非关税贸易障碍 我们怎么讲呢 你知道今天有一个高饼业者 就跳出来讲说 他申请案章中 竟然要求这些厂商 提供所谓的 他们那个原物料的比例 配方 那你这个太奇怪了吧 你根本就是要偷技术吧 你根本不是说 为了这个正常的 这个贸易模式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本来就可以到WTO去控告他 但是你知道 我们这几年来 完全没有任何作为 也就是说 你从凤梨事件 世佳等等之类的 应该照道理讲 就是要去告他所谓的 非关税贸易障碍 结果现在完全没有 一个案子都没有 我们现在在WTO里面的立案 只有七个案子 我们控告别人只有七个案子 告了印度 告了美国 告了欧盟 还有告了加拿大 跟印尼等等 但是就是没有 控告中国的案子 那为什么呢 不是我们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一直扬言说 要不排除到WTO 控告吗 但是两三年来 完全没有任何作为 这也就让他觉得说 到底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因为如果是玩假的话 那跟大家讲清楚嘛 那你就不要用WTO这个体系嘛 你就说我们就是 为了两岸关系好啊 为了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们不用去了 你知道中国最怕的 就是我们到WTO去控告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不希望台湾 能够在国际场合上面 跟中国之间有什么要批敌 所以他希望能把台湾 压成地方政府 那你在其他地方 你没有任何救济 你只有WTO 两岸都是WTO会员国啊 那现在如果你用WTO的话 说不定美国日本等等 这会帮你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 以前戴琪啊 就现在美国USTR的 这个贸易总组代表 戴琪 他以前就是针对中国 用稀土制裁美国 制裁日本的时候 在WTO提出诉讼嘛 后来都胜诉了嘛 那这种胜诉的方法 当时台湾有参与哦 那为什么就说 人家可以做得到 台湾在面对中国的 这种压迫的时候做不到 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澳洲在2021年 面对龙虾 面对红酒 中国的制裁的时候 他也到WTO去扣告 而且也立案了哦 把中国变成这个被告 然后他原告 那澳洲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在WTO也取得胜利啊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得到 我们作为一个会员国 也做不到 那难道我们浪费了WTO吗 我们蔡总统 不是WTO的专才吗 那是不是应该要下令说 这个东西要以战指战 为什么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它的扩起 会到我们的工序机哦 会到我们其他产业 不是只有这个农产品 还有我们相关的这些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这个所谓的民生用品而已哦 它会扩起到所有的产业去 那这时候呢 台湾如果不再动走的话 原则上会对中国叮得死死的 好董事长 董委会在我们节目里面 讨论很多次了 成绩中我们也讨论很多次 我觉得他很糟糕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糟糕 今天一个蛋的问题 一开始讲说 你的蛋买不到 买不到流行蛋很贵 然后好像跟他都没有关系 那大家讲 日本这么漂亮的蛋 这个是席选蛋 这个蛋马上可以生吃的 可以直接打到我的碗里面 跟我的白饭搅在一起的 却比台湾的蛋还便宜 台湾是一个进步国家 但是有一个落后政府 所以结果就是这样 你就落后下去了 这很简单的事情 你看这个政府 他从来不求 他只负责花钱 总共花了 前单预算 花了八千四百亿 疫苗花了八千亿 都是一兆一两兆花光光 然后你问苏生昌 钱去哪儿 也不知道 这很简单 然后第二个事情 你看这个今天是中共 现在打压台湾 太好了嘛 这个中 就是被迫害妄想症 立刻可以充分发挥 抗中保台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敌人 刚好那些 这次损失是谁呢 这次损失是60亿台币 我们在屏东跟高雄的渔民 屏东跟高雄是谁的选区啊 是民进党的选区啊 民进党选区 刚好巩固基本盘刚刚好 这完全是政治 你看蔡英文的讲法 被突袭 对 我们跟中国还有突袭的问题吗 他天天打你 他突袭 他早上打 他也叫沙灯来怕 叫沙灯来怕 叫沙灯来怕台湾嘛 中共霸凌台湾 还需要有规划 还需要去猜 还要去估计吗 不需要的 他没有突袭的问题 他天天飞机都来霸凌你 对不对 怎么会突袭的问题呢 我们只要跟中共 中共往来一天 我们就被他们霸凌 就那么简单的道理 大欺小强欺弱嘛 那蔡总统今天是干什么 怎么可以想突袭呢 那表示你不知道 他会来打你的 那我都知道 他怎么不知道呢 然后你看看我们的这个 苏仁昌院长 他第一个时间在干嘛 而且先把中共骂一顿 骂完一顿之后 找不到人骂了 骂刘兆玄 刘兆玄在北京吃饭 也不可以了 这个所以充分表示 两个字就是无能嘛 他无能的时候 他要找个理由 这样的问题解决掉了 他会不会处理 你刚才讲了 他不处理吗 他讲了多久了 他讲很久了 讲了几次了 讲了很多次了 讲了很久了 做了没有 没做 他不做 你今天就骂他 他明天会不会理你 不会 他不会理你嘛 他就是好关我自为之 碰到老共就负责吵架 问题不解决 老百姓找大名 好友 接下来看到一个数字吓一跳 我们的政府居然超收一页税 高达四千五百亿 去年也超收了四千两百七十亿 那讲说我们应该很有钱吧 第一个 像新加坡的例子 超收了我就还给老百姓 要不然就是我可以还债 我们的债也没有还 然后呢 我们的债越来越多 那特别预算越来越多 然后再加上 这个所有的钱跑哪去了 这个税是指政府的总税收 所以他接下来总税收超过四千五百亿 那这个税收里面有一半的来源 是所谓的营业所得税 营业所得税跟综合所谓的 所谓两税合一的部分 那在过去马英九时代大家很清楚 这个两税合一是17% 对不对 那到了民进党上任之后 他就把它调成20% 也就是说这多了3% 对那以往啊 在马英九时代啊 是没有什么在查税的 那现在来讲不一样啊 现在业务员现在 现在国税局的人出来查上的数目 是过去的三倍以上 对像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 现在查税查允修 对我有一个朋友 他自己也是开公司 他说他过去 曾随便马英九任内 他只被查过一次税 补了五万多块 对那这六年 民党这六年 他被查了五次税 补了五百多万的税 那不只他 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也是做奢侈品的 他两年前 就是从四千多亿那一年 他开始被查税 每年都补一百多万 所以目前这个税增 大部分增加的原因之一 就是说 他从营业所得税 开始大查税 导致这个税额的大幅增加 同学之一 我们下班了 对那边 我们下班了 我们下班了 就先来